今天有哪些重要的 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执政党总裁选举起跑 29号投开票 胜舍预料10月4号将在国会被选为新首相 直指将派江苏邦入媒披露江苏警官策划 对领导人不轨 美国澳洲外长防长会谈宣布强化跟台湾的关系 欧盟印太战略多次提及台湾将寻求深厚的贸易跟投资关系 新闻开始先来带您关心 欧盟16号通过了欧盟印太合作战略共同报告 首都将台湾明确纳入并以伙伴来称呼 对此行政院长苏真昌今天表示了 欧盟在各种场合为台湾发声 可以看出台湾的努力确实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那么他说德不孤必有灵 越来越多朋友肯定台湾坚守民主自由 更肯定台湾作为世界有意义的贡献者 欧盟16号通过全新的欧盟印太合作战略报告 要跟印太地区提升经济政治还有军事上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当中多次提到台湾 包括共军升高台海紧张 对欧盟的安全与繁荣有直接影响 支持欧盟推进与台湾的双边投资协定 以及在半导体和数据保护上都以伙伴称呼台湾 此外国防部明年编列预算3726亿新台币 加上F16采购特别预算及特种基金 高达4717亿元创历史新高 引发在业党之一是否排挤民生预算 对此苏贞昌强调国家安全第一 而中共魔我日急国际情势诡异 世界各国都认真准备台湾基于保卫国家主权 国家国民安全我们不能松懈 我们一定要有最好的准备才不会有战争化生 台湾多年努力在国际逐渐占有一席之地 也积极增强国防战力因应中共威胁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 张永如台湾台北报道 再来关心美国英国澳洲三国呢 昨天宣布成立新安全联盟AUKUS之后 16号呢美国跟澳洲进行了外长跟防长会谈 布林肯表示中共对澳洲等盟友的胁迫行径将阻挡美中关系改善 另外在联合声明当中双方都再次强调台湾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作用 那么也表示呢有意加强与台湾的关系 1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丁与澳洲外交部长潘恩 以及防长杜登在华府进行第31届美澳部长级咨询会议 在会后记者会上 布林肯表示世界看见当澳洲呼吁调查COVID-19疫情源头时 中共的攻击性的反应 而澳洲在过去几个月来都没有退缩 I also want to reiterate what i've said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leave australia alone on the field or better yet on the pitch in the face of these pressure tactics we have raised publicly and privately our serious concerns about beijing's use KI's economic coercion over australia we have made it clear that actions like these targeting our allies will hinder improvements in our own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spoke in detail about China's destabilizing activities in 雙方會後發表聯合聲明 觸及台灣、中國、香港及新疆等多項議題 聲明再次強調 台灣在印太地區的重要作用 雙方都表示有意加強與台灣的關係 支持台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 美國和澳洲重申 繼續支持和平解決兩岸問題 不訴諸威脅或脅迫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麒麟綜合報導 美國、英國、澳洲三國日前突然宣布 結成新的安全防衛聯盟AUKUS 將協助澳洲打造8艘新式盒子動力前艦 另外美澳兩國再宣布擴大軍事合作 包括在澳洲例行部署所有類型的美軍軍機 那麼從AUKUS、QUARD到五眼聯盟 專家分析了印太地區對抗中共的多層次安保體系 已經成形 包括軍事、安全跟情報 而專家也表示 這將會帶動更多國家的參與 而支持台灣的議題也會越來越國際化 美國、英國、澳大利亞首腦9月15日共同宣布 成立三方安全防衛聯盟AUKUS 協助澳洲發展核潛艇能力的同時 在網絡安全、尖端科技及海底能力等方面進行合作 西方主流媒體紛紛解讀 此舉是針對中共 CNN報道題目是 對中國的新回擊 紐約時報說是抵禦中國的防禦協議 金融時報稱 三國建立了抗中堡壘 澳洲天空新聞認為 將改變抗擊中國的遊戲規則 分析認為 三國新聯盟將提升印太戰略的全球地位 帶動更多歐盟成員國堅定反共立場 美英同時也都是北約的成員 同時也都是五眼聯盟的成員 所以這個很有可能會帶動 北約是對整個中共 它會有一個更為強硬的立場的傾向 16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稱 美英澳的合作嚴重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加劇軍備競賽 中華民國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則表示 台灣是印太區域重要成員之一 位於第一島鏈的枢紐位置 未來將與理念相近國家 共同維護台海與印太地區的和平穩定 印太區域儼然已經成為全球核心 目前 該地區除了有新成立的 美英澳三國準軍事聯盟 還有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即共享情報的五眼聯盟 美國在印太地區它建立了一個多層次的 安保戰略的聯盟體系 而這個三國聯盟呢 可以說是其中最核心的一個層級 這個是美國遏制圍堵中共戰略 呈現一個長期化的標誌 同時也可以說是美中新冷戰這個階段之中 它一種事實上的軍備競賽升級的標誌 這樣的一個格局它毫無疑問它會削弱中共在台海 以及南海地區的這種局部的海上的優勢 就是使得台灣問題它會進一步的國際化了 新唐人記者李蘭紐約採訪報導 好再來關心立陶宛經濟暨創新部長 阿爾莫奈特16號前往了雙向元拜會台灣駐美代表蕭美琴 兩人投論了台立雙邊關係 以及10月下旬將前往立陶宛的台灣經貿考察團 阿爾莫奈特在推特發布照片並寫到了 迫不及待要歡迎10月到訪的台灣訪團 而國發會主委郭明欣將率領約65人的經貿投資考察團 在10月訪問捷克、立陶宛跟斯洛伐克 考察團包括來自自通訊、機密機械、電動車等產業的重要台灣企業代表 全球晶片持續短缺之下 歐洲的新車銷售狀況不斷惡化 甚至比2020年疫情肆虐期間更嚴重 歐洲汽車製造商協會週四公布最新數據 歐洲新車註冊量在7月8月分別下跌23.6%和18.1% 5G機瓶晶片需求持續上揚 全球擁有5G機瓶晶片的廠商主要有5家 分別是高通、聯發科、三星、華為和紫光展銳 顏料公司Counterpoint資料顯示 今年第二季高通市占率高達55%位居第一 聯發科緊追賽後取得30%的市場份額 至於華為第二季並無5G手機問世 新發布的P50系列手機只推出4G版 意味著華為第二季5G機瓶晶片試占率為零 全球能源供應緊縮導致燃料價格飆漲 彭博報導中國預計將再度面臨一個電力短缺的冬天 這種情況恐持續威脅中國經濟復蘇 台灣公平會首度對外送平台開閘 宣布富胖達股份有限公司限制合作餐廳與平台刊登價格 必須與店內價格一致等行為 不當限制餐廳活動以違反了公平交易法 除了命期停止違法行為 並處新台幣200萬元罰還 新唐人雅台電視整理報導 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請往立法院專案報告3加11決策 而在野黨立委是不滿行政院的報告當中 沒有詳細說明3加11決策過程 質疑是在敷衍立法院因此杯葛蘇貞昌上台報告 3加11的破口到目前為止全民不知道真相 沒有歡迎紀錄沒有旅會名單沒有訪問細節 宣布申道歉 宣布申道歉 國民黨立委將書面報告撕碎丟在議場內 眼見會議失序主席宣布休息 一直到中午蘇貞昌都沒有辦法上台報告 而行政院針對機組員檢疫措施的報告中指出了 3加11在去年就已經實施相關決策滾動調整 但是在野黨批評政府是避重就輕不承認3加11就是疫情破口 應該呢向人民道歉 好觀眾朋友今天早上9點21分手機有收到地震警報嗎 這些氣象局呢向全國民眾演練國家警警報喔 每年9月21號呢是國家防災日 而今年呢是模擬東部琉球影末帶規模8.0的大規模地震 造成大量建築物倒塌 那麼簡訊呢是通知民眾趕緊趴下掩護跟穩住 另外呢消防組也在上午9點25分針對沿岸的民眾發布了海嘯警報 而在上午10點59分到11點1分呢也進行了電視防災演練 各家有線電視系統台呢是自動切換到公視指令頻道 好那麼各無線電視台呢也同步播放災防訊息 讓電視觀眾都能緊急接收到政府的災害訊息 好鏡頭轉到香港收到恒大產品爆雷影響呢 香港股市周四再度暴跌收盤時呢創下10個月新低記錄 據路透報導香港股市再度遭遇黑色星期四 恒大爆雷成為市場最新風險關切焦點 恒生指數收盤時跌至24667.85點 創下去年11月2日以來新低點 其中內房股首當其衝 恒生中國內地地產指數一度狂蟹7.7% 創下4年多以來最低 融創中國跌幅超過11% 碧桂園 世貿集團和龍光集團的跌幅分別介於7.2%到10.5%之間 恒大系四家公司集體重挫 中國恒大一度暴跌超過10% 恒大汽車收跌11.3% 恒大物業及恒騰網路也分別收跌3.5%和3% 市場分析人士認為恒大對市場的影響比較顯著 不僅體現了地產行業整體系統性問題 也顯示出地產與金融機構互相傳染可能帶來的衝擊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 好 周四呢 香港很見降下了冰雹 那麼當地人認為天有意象是對港府的警示 9月16日 香港高溫攝氏32度 卻在中午時分變閃為名 降下冰雹 從中午12點至下午2點間 香港天文台總共記錄了超過8000次閃電 將近澳區更是降下大量冰雹 直徑可達一根手指粗細 冰雹在香港屬於比較少見的天氣 上一次發生在2016年 罕見的冰雹現象也引發大量市民討論 很多網友驚呼 九月降薄 天有意象 是反送中的冤魂顯靈 也是老天給香港政府的警告 好 中共申請加入CPTPP 但是呢 得先經過日本跟澳洲十一國的同意 而華府智庫學者分析 台灣加入呢 有機會可以把握 更多內容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玉芯科技集團迎接二十週年期 為韓國三億金工永久合作夥伴 提供各式工業零件 台灣製造 客製化服務 滿足客戶需求 預新生技 整合生技相關產品 榮獲經濟部 優良廠商 UMAS Tech UMAS Bio 台灣的新鮮栽栽和新鮮栽 與世界上與新鮮栽的新鮮栽 是額外的價值 是専用的項目 的専用 根本在台灣的美予研究科學工業 Alf斯使用最新鮮栽的新鮮栽 和新鮮栽的新鮮栽 在新鮮栽的新鮮栽 用植診植診施 Alps Biotech 欢迎回来16号 台湾民间智库远景基金会 跟美国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 合办了视讯研讨会 探讨两岸关系的前景跟挑战 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表示 中共不放弃对台动武 加剧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 而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英泽表示 美国对台承诺是坚若磐石 会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 来应对中共危险 We will continue to meet our commitments to Taiwan We will have witnessed in the increased men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trade among the world leaders In addition, the Beijing intensified pressure campaign against the Taiwan 而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蓝英泽 此次蓝英也谈到中共企图在国际社会鼓励台湾 不过有越来越多国家是扩大对台湾的支持 反映了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参与全球事务 包括瑞士议会通过深化与台湾关系的议案 立陶宛同意台湾设立代表处 以及斯诺维尼亚总理敦促欧盟跟立陶宛同在等等 我们再看到中共官方周四正式申请加入了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的CPTPP 不过分析指出了中共加入CPTPP之路将面临阻力 首先中共必须要得到日本、澳洲、越南等所有11个成员国的同意 但是中共打压澳洲经济出口两国关系 已经变差 此外中共还跟越南存在着领土争端问题 而今年的主席国日本对此则是持慎重立场 认为需要观察中共能否遵守CPTPP的规则 而根据日媒报导指出 中共必须放弃的行为包含了补贴国有企业的扭曲竞争 强迫公司披露原代码 以及对外国和国内公司的歧视等等 美国华府智库资深研究员国务院前资深官员黄晓明表示 中共递交申请加入CPTPP距离获得许可还有一段路 那么中共必须要修改法律跟法规以符合CPTPP的标准 而台湾则是可以把握机会 台湾-Japan relations are improving and strengthening more as Japan begins to realize what Taiwan means to Japan not just in terms of security but also economy semiconductors, etc. so Japan which is a leading economy in RCEP I'm sorry in CPTPP clearly is interested in working with Taiwan and Taiwan is already beginning and I think they've already begun working together for example in the I think in the parliamentary meeting they had in August this was brought up by Taiwan and by Japan as well so I think there's going to be progress in that area because of Japan's I think increasing recognition of Taiwan's importance and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big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big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big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big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big part of the country 英国首相强生 15日进行内阁人事改组 把外相拉布调任司法大臣兼副首相 由对华立场较为强硬的 原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接任外相 正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外相 他过去曾呼吁强硬应对中共 并称WTO应该拒绝视中国为发展中国家 英国绝对不能依赖于中国的贸易 也提倡调整对印太地区的经济外交战略 力争加入CPTPP 法国军队八年多来 一直在非洲沙赫尔地区 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 法国总统马克宏 周三晚间在推特发文说 法国军队已经击毙大撒哈拉 伊斯兰国的首脑萨赫拉维 马克宏写道 这是我们打击恐怖组织的 又一重大成功 不过他没有透露行动的具体地点 伊斯兰武装组织塔利班 虽然攻陷克布尔近一个月 仍传出大量民众被杀 被袭击的消息 国际社会普遍对该组织缺乏信心 经济援助缓卖 世界粮食计划署担忧 该国的粮食可能在本月底耗尽 有多达14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的边缘 塔利班政权恐面临长期稳定统治的艰巨挑战 美国马赛诸塞州波士顿市市长出选结果揭晓 由现任台议市议员5米0千 得票率高居第一 这位台湾移民的女儿 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 曾是联邦参议员过轮的竞选团队成员 28岁当选波士顿市议员 甚至还担任过议长 出选的第二名是阿拉伯议市议员乔治 女人将在11月大选中一决胜负 新唐亚太电视总理报道 再过一个多星期 德国招举行联邦议院选举 这场选举将决定由谁来接替梅克尔 成为下一位德国总理 而各界也关注了总理换人之后 德国的对中政策会有什么变化 这个月26号 德国将举行联邦议院选举 经过三场辩论会之后 在德国第一电视台13号公布民调当中 41%的民众认为 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萧姿的表现 比较令人信服 顺过梅克尔所属保守派阵营 人选拉谢特的27% 以及绿党候选人贝尔伯克的25% 我们现在德国有三位总理候选人 不管是谁上谈 都会有一个非常痛苦的磨合期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 姑学武教授 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 在三位总理候选人当中 磨合期最短的 应该是社会民主党的萧姿 联盟党的拉谢特居次 绿党的候选人贝尔伯克上台的话 中德关系将面临重大挑战 因为从绿党的竞选纲领 和在整个竞选当中 显示出的对中国的强硬 你可以感觉到 如果一个绿党总理执政 柏林总理执的话 那中国可能要做好摄像准备 可能要长期的 比较艰难的 同一个新的德国政府打交 8月30号 德尔沙研究中心的一份民调显示 58%的德国人认为 即使对中经贸关系受损 德国也应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 另外美国之音报道 德国商界的态度也发生转变 德国联邦工业联合会表示 欧洲企业在与中国作声议时 必须划清价值观上的红线 并呼吁中国遵守现行国际规则 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 亚洲项目主任厄特尔认为 中共不公平贸易行为 引发的内部商业条件恶化 已经影响到德国企业的经营 业界开始反思 德国的经济模式 和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他表示 保持现状将不利于德国的繁荣 不利于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因此改变是德国对华政策的 唯一现实答案 新唐人雅的电视 张祈玲综合报道 好 镜头转到中国 中国大陆网站网易 9月14号刊文披露 已经落马的原江苏公安厅 刑警总队的队长罗文靖 曾经试图采取行动 对中共领导人下手 这篇题为铁拳杂项 历令致婚者的文章中 引述江苏省 针对原公安厅刑警总队队长罗文靖的问题通报 不仅披露了罗文靖 与前重庆公安局长邓辉林 及赖小明之间的关系 也指出其与所谓南京黑帮成员勾结 文章更透露惊人讯息 罗文靖与同为武汉老乡的邓辉林 不仅对中共中央不满 私下辱骂中共主要领导人 甚至还计划在中共领导人 在南京举行纪念活动时采取行动 但被安全部人员事先阻止 不过文章并没有提到该领导人的名字 据大陆媒体报导 罗文靖于今年三月 因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 并被移送检察机关受审 新唐人亚太电视综合报导 好一段中国网络影片显示 江苏南通城管人员暴力攻击老人 引发社会强烈关注 影片显示 江苏南通开发区小海街道的一名城管人员 先是将一个脱小车的老人手中的赶衬抢夺下来 并推拉老人以致摔倒 之后城管将赶衬扔到车上 老人跑上前索要赶衬 这名城管把赶衬掰断后扔在地上 老人有意坐上车抗议 但该城管一把拎起老人用力摔在地上 恶劣的行为让旁观的市民都看不下去 上前对该城管进行指责 影片流出后在民间迅速发酵 南通市公安局已对这名无姓城管 给予行政拘留和罚款1000元人民币处分 但却不能平息民愤 指责当局处罚太轻 表示应该以故意伤害罪判刑 鉴定伤情追究刑事责任 新唐人电视综合报导 明天开始就是四天廉价了 首播车潮预计在下午四点涌现 更多新闻内容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立伟奈米 拥有独家奈米分散技术 提升产品功能表现 生产各式高品质奈米材料 应用面多元 不论半导体领域 或生计防疫产业 皆可提供应用技术咨询 及解决方案 专业先进 独步全球 立伟奈米 欢迎回来明天开始呢 就是中秋四天廉价了 那么今天上午国道状况呢 还算平选 高工局预估 西部国道在今天下午四点之后呢 会出现首波南下返乡跟出游车潮 而在国道五号南下方面呢 上午十点是陆续涌现车潮 晚间八点之后 预估还会有一波车潮 恐怕要到午夜才会熟解 而高工局表示 目前呢 国道交通量已经恢复到了 疫情三级警戒前的水准 提醒民众出发前呢 可以先查询最新的路况资讯 避开拥塞路段 好 谢谢带您看见到 今天9月17号的天气预报 9月17号 请不吝点赞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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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路段